我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爬虫爱好者 别人都喜欢毛茸茸的感觉 而我却喜欢滑溜溜的触感 由于生活条件有限 一直无法成就一个爬虫 今天我一定要鼓起勇气 迈出那神圣的一步 我要大声的喊出来 我要马上歌老关公 我已经说了不行了 你还要完全不理人家 受不了你 你再我一刀疼死你 好吧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小豹又来献丑了 了解小豹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小豹最近一直都很迷两栖爬虫 尤其是最近一直看到的 各大博主晒的那些树蛙 那真是个个的鲜嫩多汁 所以说小豹也忍不住了 想弄他一只 但是了解小豹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小豹是出了名的穷苦屌丝能 除去日常开销和买归之外 那就真的是一贫如洗 目前的口袋里都没有几个币 多亏了各位爬圈朋友们的 接级救助 这次算是下了血本了 查遍了整个网购平台后 总算是在拼兮兮上 找到了最便宜的 39块9买了一只老爷树蛙 好吧 也许还有更便宜的 有的话记得告诉我 我再买一只 那么这只老爷树蛙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No 就是它了 好吧 小豹已经尽力的给它最好的环境了 苦于实在能力有限 只能苦逼一点了 蛙粮也是用的 10块钱一袋的雷龙鱼饲料 就这么过一下水味道 可能是因为口感太糙了 它总是吃了吐吐了吃 难以下应 不过没关系 人人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了 相信这只小蛙一定能够早点听话 解释现实的吧 来 乖乖听话 把这些鱼粮都吃下去 说真的 老爷树蛙在蛙圈的名气是响当当的 由于它们那呆萌有趣的外表 受到不少怕有的青睐 而且自从养过几种蛙类后 小豹认为老爷树蛙是相对皮实的品种 是初次饲养蛙类人士的影响选择 它们会随着环境的光 而改变自身的体色 可以变成暗淡的灰色 以及艳丽的青蓝绿色 成体肥大圆厚 前额两侧有下垂的皮肉 有个宽阔弯弯向上的嘴巴 活像一个老头子 所以俗称老爷蛙 小豹的这只蛙虽然便宜 但是状态还是不错的 也不枉我省吃俭用的买了它 希望在今后可以好好的 它也有爸爸 另外 小豹将正式开启 老爷树蛙的死云日常 并且将陆续介绍 小豹家里的其他蛙类成员 如果各位朋友们 也对蛙类感兴趣的话 欢迎一起交流 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再见 来来来来 今天带大家来看看我的老爷树蛙 了解小豹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爬虫爱好者 小豹的能力有限 每一次迎进家门的爬虫宝宝 都是来之不易的 比如这只澳洲老爷树蛙 是小豹历经千辛万苦 五角蛮长的 从一个叫图虐的大帅臂那边顺过来 干嘛 我就是抢的 你能把我怎么样 为了给大家看到新鲜的食材 只能靠钱了 因为我买不起 我的钱都去买归了 另外还有这只 浑身上下都布满了窗衣 这是雪花老爷 对面开价八百 滚他一蛋蛋 在小豹看来只值三百 多一毛钱也没有 就这么着 钱拿去 挖归我了 就是这么硬 因为我没钱了 钱都拿去买归了 所以小豹就告诉 以后买东西就是要有顶气 看到喜欢的就少 管你什么是朋友 拿来吧 你 那个 车远了 今天是要来分享养蛙心得的 了解小豹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小豹不仅会养龟 养蛙也是耿耿爹 那么小豹为什么会突然想养树蛙呢 原来通过小豹的不断研究和探索 老野树蛙是蛙类虫中最好养的品种 之一 为什么能下这个判断 道理很简单吗 连小豹都可以养活超过一个月 这个玩意儿还不够简单吗 所以它好养 第二个原因 这个玩意儿非常的和谐 也就是说 你把它们放在一起 它们不会像脚蛙那样 往俄罗斯掏蛙 无形状就节省了空间 让你用最小的成本享受败家的玩意儿 我那只花十九块九的小说 怎么不见了呢 昨天还看到你 哪去了 第三个原因 这个玩意儿真他妈可爱 举手投足之间都展现着逗逼的风采 不论是看到同龄状的大眼睛 性感的大嘴巴 还是黏糊糊的杂爪 都让人看了就想上去的葱酱上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好多的女伯主都在养它们 现在小豹就来给它们喂一些蟋蟀 这个盒子里的白色粉末是钙粉 把蟋蟀和钙粉调到一起 调一调 做成香喷喷的面脱蟋蟋 蛙类和手工一样 都是需要补充钙质的宠物 如果体内缺钙 就会四肢无力影响发育 甚至导致死亡 所以爬虫玩家们 一般家里都会必备三套马车 钙粉 VC和BAC 我们来参观一下 我儿子们淡饭的表情吧 来来来来来 吃饭了伙计们 呦 瞬间就被秒掉了 好 我们再拿出一只蟋蟀 我也给另一只王儿子 诶 大家看到了吧 这只蟋蟀已经被盖身不清兽了 傻乎乎的一动不动 这样可就麻烦了 蛙类只对活动的物体有反应 这么一动不动的话 小包会很疯惑的哦 来来来 逗一下 呦 又被秒了 断了个翅膀 来 把翅膀也吃了 不要浪费食物呦 好吧 今天的这对蟋蟀大餐 算是享用完了 由于小包的龟儿子们 都冬眠了 接下来这两只树蛙 将陪伴小包 一起度过这个无聊而漫长的汗 如果各位朋友们对于蛙类感兴趣的话 欢迎一起交流啊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